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共十九大号人士全力动向受到各方关注。根据最新消息,中国下届全国政协委员推荐名单中,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仅汪洋入列,一位汪洋渴望接替于郑生,在三月接政协主席。 中央社报道,官方香港电台今23日指出,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目前正在北京举行,明24日闭幕时将表决新一届全国政协名单。 报道引述消息,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中,景汪洋入下届全国政协委员推荐名单。 近日已有多家港媒推测,汪洋将出任政协主席,由于汪洋曾出席统战部长会议并发表谈话,因为政协主席一般主管统战工作,汪洋接任政协主席有机可循。 汪洋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,在广东任职期间大力推动产业升级,是促进广州和深圳等地经济行走向的重要人物。